五辆各式消防车辆一字排开 10号在新竹市消防训练基地举行交车启用仪式 并且由消防署长肖焕章以及新竹市副市长沈慧红主持交车典礼 那今天到新竹市来就是一次把50公尺的云梯车 30公尺的云梯车跟化学车水库车跟水箱车 一次性的8578万的一个经费 一次性由中央依注这个经费到新竹市来 期待在人力车辆装备器材能够到位的同时 对于我们新竹市民能够提供最及时最安全的一个服务 新竹市在110年原件杂志评比公共安全与消防指标 拿下全国第一 消防人员逐年扩边到380人 这次在消防署的全额补助之下 添购水箱车 水库车 化学车 以及52公尺 32公尺云梯车各一辆 强化救灾能量 市场上任之后7年来 不但让我们的消防员满边 现在更争取可以扩边到380人的一个编制 也获得全区部的核定 在人员的部分我们做好训练跟不管是各种的出级训练 跟在进阶的训练以及师徒制都希望让我们的消防员有一个 一生技能可以安全的执行客 是更重要工具的一个加强 市场上任之后投入了1.55亿 但是中央更给力 所以这一次书长带来了这么一份8000多万的大礼 也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的协力 让幸福城市的安全目标 可以跟小智市场的努力一起达成 这次添购的五部各式消防车辆将配置在浦顶 香山 潮山等分队加强救灾的战力 消防署长肖焕章在教育车辆过后 也跟消防弟兄举行座谈双向沟通 强化消防局的软硬体设施 打造优质的上班环境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